我死也不跟你离婚 雅丽和王强自大结婚以来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非常的好 一家人也相处得很融洽 可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一件事情 让两人之间的感情 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转折 从那以后 雅丽就和王强过着睡时二人夫妻 可却是分床睡觉 即使这样雅丽也不愿意和王强离婚 没办法 两人就这样耗着 雅丽宁愿用自己的一辈子 去把王强拴住 也不愿意和他结束这段婚姻 那时的王强家境很贫穷 因为父亲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赌贵 经常拿着家里的钱 出去和朋友赌钱 每次都是输得精光 然后借酒消愁 喝醉酒之后 回到家就把王强和他的母亲痛打一顿 就在王强十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因为生气 长年落下了病根 可是他的父亲却没有钱给他治疗 王强因为当时还小 无能为力 眼看着他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自己 从那时起 王强就暗自对自己说道 一定要不吃馒头 争口气 将来能够做出一番大死眼 这样也能够对得起自己的母亲 可就在王强自己准备创业的时候 却遇到了资金困难 曾乔在这时 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表示 愿意和他合伙开一家公司 直到王强听到之后 非常的开心 却没想到这个投资人竟然是个女人 因为两人时间相处久了 慢慢的王强对亚力也就产生了感觉 久而久之 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起步 虽然公司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经过两人不断的努力 三年之后 公司终于有了很大的成就 现在王强的公司 手下有一百多号人 每年将近收入有五十多万的样子 这让王强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他们公司有所成就之后 王力就向亚力求婚 当时亚力特别的感动 于是就这样 两人一起手牵着手 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在亚力和王强 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就怀孕了 渐渐的十个月过去了 亚力为他们家生下了一个女孩 这让王强很是开心 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所以王强对女儿非常的好 可就在亚力坐月子期间 王强竟然出轨了 在亚力出月子之后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非常的气愤 那天他带着孩子 想往常去超市买菜 可就在这时 突然看见王强 搂着别的女人往车里走 就在这时 亚力立马上前质问她的老公 你怀里这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王强立马就和亚力说 其实这么多年 我和你之间 早就已经没有了感情 全部变成了亲情 我早都想和你离婚了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于是亚力就告诉她 想和我离婚 这辈子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然后亚力指着那个女人说 你当了婊子 还想立牌坊 我不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就这样 亚力每天和王强不断地闹着 王强对亚力说 我可以近身出户 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都给你 可即使这样 亚力也不愿意散发开修 并且对着王强说道 我不会就这样 轻易与成全 你们这对狗男女的 即使我得不到你的心 但是我也愿意 把你这个人 整天拴在身边 王强觉得亚力这个女人 真的是不可理喻 所以她每天都会找出晚归 两人之间 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夫妻情分 有天王强喝醉酒 回到家里就对亚力说 如果有下辈子 我再也不要和你相遇 这辈子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尽早地放过我 亚力就立刻给了她一巴掌 并且对她说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 当初你那么困难 我还选择一心跟着你 事到如今 你有了成就就忘了我 我现在告诉你 就算我死都不会和你离婚 有点心 你这会 endeavors 你觉得现在能够尽 感谢观看